我觉得比紧的 还蛮安全的 基本上现在完全买不到口罩 所以连我妈妈都没有 他们也不会养体温啊 如果有发烧 也不能去看医生 一线影响 全民抗议大学生防疫知识知多少 那今天的题目真的蛮有意义的耶 没错 而且可以来考考大学生的 到底有没有关系知识哦 我们会在校园的周边做拍摄 也不会进到校园里面 也会请受访者都戴上口罩哦 那我们现在就来考考大学生 到底值不值得这些时事呢 那我们就走吧 居家隔离跟居家检疫 针对的对象是谁 不安 其实你可能说我好像一线影响 这个不会很快 居家检疫不可以跑出去的 他们通常有问题哦 我不会的话我可以直接猜我箱的吧 可以啊 完了我没有答案 可以 刚刚讲的你衣服有答案哦 我不知道 应该是滚清 所以应该是 可以清闻吗 我不知道哦 其实这两个都没办法出门 居家检疫 就是从国外回来的台湾人 或者是从国外进来的外国人 都要 事件要检疫 哦 然后隔离 嘿嘿 要答案 好 隔离的话 它是有接触过确认感染的人 会进行居家隔离 隔离的话主要就是针对 第三集旅游检视的人 它就是对 学起来了吗 还念敌清吗 那那那那那那这两个差在哪边 他们实际上几乎起来差了吗 它实际上就是居家隔离 它会进行一个更精密的检测 你知道可以出门的教授吗 这是组件 哇哦 没有在告诉我 可以给 违反居家隔离想要规定 最高可罚多高呢 好像那个我知道 第一 30万 没有什么 很少啦 那你们一起去买个优酪 我就会被罚了20万 哈哈哈老贵啊 100万啊 100万 看人家被罚多 100万 这件不是很长吗 就是你当那边跑出去 然后就是说什么 那个要重罚100万 那你对于这些跑出去的人 有没有一些想法 他们说不定跑出去真的是 没观念吧 家里没有存一些食物 或是没有存东西 所以就跑出去买 所以有个在花莲 他就买格拉尖啊 他可能根本就是没有观念 他根本是不知道 跑出去的重要性 现在有一个 零食就是说对 防疫破口 但我觉得最可怕的 还是超级 淡淡的 症状 但他还会乱跑 没错 这种超可怕的 口罩10米2.0 上面只有我一次 去买骗口罩咧 我有努力在提示哦 你知道 10米3.0 知道吗 我知道 比较搞定的 哇 这样可以 3片 3片 哇 冰冰冰冰冰 你那怎么领口罩 外国人的话 可以预约 玩路的 去便利商店领 那你有登记吗 没有 我房间有很多 从日本带回来 那我们去排口罩的这边 昨天排了 排了两 三家药局才排到 加起来大概2 三家药局才排了 还不错 那你都会提早 多久的这牌子 他说2点发牌子 然后我1点去 就带着书去看 他全都带着书 就是也没什么事做 就是滑手机也不能看 口罩都怎么来 都直接抹下来 我家也是耶 近期我有在购物 我现在还没有拍个口罩 我真的假的 他说都没人 他提早一个小时前去拍 他舍不得让你知道 妈妈辛苦了 对 平常如果进入一些公共场所 你会戴口罩吗 一定要 但其实我觉得 其实要戴口罩 不如就不要吹到这边 你再加一次安排 对啊 刚刚流行疫情只会耍 他在3月25日公布 室外跟室内超过多少人 会建议停办呢 B吗? B吗? A 4年100个人吧 B吗? B吗? 因为我们被停办了 B吗? 色彩应该是全部拍到的 怎么知道啊 全部都被群伤 B也设定 你的4年就为了B字 学校历史色团 是什么色? 你是不是都没去色课? 儿童肌上去博物色 哦 筹备耶 需要世界 有些钱已经赔了 两个人 为了防疫还是没办法 像原类打起原理上确诊病例呢 就要请课 2个人 等一下 2个人 诶 我完全不用看拿着2个人 这个时候我们还蛮接近的嘛 你会很希望2个人 真的不要闹了 做活动都被卡到后面 不退啊 我们平常来上课啊 也没有自己做一些防疫措施 带酒精 所以你现在没有上课去课 我有打 他有打 他根本都没有拿 因为现在酒精也会很难买 所以他想说又贏 真的 多洗手跟戴口罩吧 那你有只会剩一罐酒精吗 是没有耶 其实学校在这点应该还蛮充足的 就到处都有酒精 那有没有老师会非常贴气 帮你们准备酒精 会啊会啊 我们还有老师有要用电脑 然后就开始测试 你会担心说上学 其中被感染 就是不会 跟日本比起来 还蛮安全 那你觉得台湾跟日本 防疫有什么样的差点 日本的话现在完全买不到口罩 所以连我妈妈都没有 他们也不会养几人啊 如果有发烧也不难自己看医生 医生你不想去看 那你有关心妈妈吗 想要寄口罩回家吗 对 那你有很多吗 对 没有钱没有打算要寄给她 自己够用就好的啊 你进学校的时候 学校没有什么防疫措施 新道美隔大楼 要量体温盖上跟上学的 那老师会建议我们健康做 那外面的小出口都要封起来吗 不然会一直有人跑进来 我们现在都只能从一些大出口进入 本来就是一个门开过去就到了 对 所以我们要直接到一班先校园 然后住人家 那你这样有用待花多少时间 如果再加上被采放 我待在半小时吧 嘿嘿嘿嘿嘿 那有 那小伙伴本来也不能办 我是希望有些教授 不要在那边压99人或98的人 跟100个人没什么差别 就刚刚就改现场 那我也不会就差 嘿嘿嘿嘿 你觉得姿势力够强 我希望我不会 这感觉蛮乖的 而且它说法感觉就是超浮重 这感觉很辛苦 对于学习然后我觉得比较没有消费 划线吗 电脑放着 诶我可以做其他比较 对对 没错 还敢说 但我会加快两倍数 不然我要炒笔记我才会喊出来 真的很认真耶 因为拿的书是抬口 当然不多了 老爸都多了 没有太轻糟的感觉 变成线上教学的话 你会热热上课吗 呃 呃 他犹豫了哦 你们对于自己现在学校的 防疫状况有没有事 有 但是没有 厦门自己需要两点 但他比较的时候是正常 他坐在里面上课 然后排大高手 然后快餐 那快餐的结果是一般刚才 哦 还好 还好 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应该是 像台大学生都会接家教 那家教如果进去别人家 家长其实也会很担心 我就觉得说我是病人 进去 然后就说 老师可以请你先去洗衣肿吗 然后我们先两个洗衣肿 好 帮你喷酒精 对 会 因为那个爸爸是医生 他又说他早个月之后就会喷他 就是会更严重的 所以你觉得来学校 都觉得有点负在风险 哇 这是 好像有正当女儿一样 问完啦 蛮多大学生对于居家德里 跟居家协议有点搞不太清楚 天啊 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 还有一个制服官的网友 有整理粗表格 告诉大家说这三个阶段有哪一些不一样 不是会罚一百万元吗 罚这么高并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这真的严重性太高了 真的 就不是个人问题 这也就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全 真的感谢在第一线的 医护人员还有政府官员们 谢谢你们的贫困了